好,我们今天这一节开始学习左右手的基本练习 首先学习全音符的练习 要求应该严格的按照接拍和风箱的规定进行练习 什么叫全音符? 就是一个小节里边有四拍 这儿写的四分之四 全音符一个没有符杆 就是一个空的 遇到这个音符 比如说是多 多二三四 这个是风箱的记号 往外拉 这个是往你推 这边下面还有简朴的对照 这样学起来咱们更方便一些 接拍最好在心里数着数 一二三四 现在我把琴音符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边是一个音符的对照 这是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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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二分音符练习 二分音符呢 就是一个小节里边 两个二分音符 一个二分音符呢 两拍 其他的要求都一样 现在我给大家演奏一下 好下边是四分音符练习 这个四分音符呢 就是一个小节里边有四拍 一个四分音符呢 就是一个黑的石心的音符 不像那个二分呢 全音符都是空心的 这个呢 一个符杆 一个音符 一个小节里四拍 下面我给同学们四拍一下 下一个练习是五指独立练习 为什么要练这一条呢 因为我们的五个手指它都是有千年作用 你按一个键以后吧 其他的键也年代的要跟着往下跑 独立性比较差 特别是四指五指 所以我们要加强对方的练习 我们平常在这个桌子上 都要练习这个四指五指 让它自己能动 所以我们加强这个 这一条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适当的可以把手指踩高一点 让它力量大一点 好 这个五个手指就踩高一点 让它有力一点 独立性更强 这边来一下就像 这边来一下 下面我们学习八分音符练习 八分音符要求一拍两个动作 切拍往下 就是前半拍 切拍往上 就是后半拍 所以这个要拿得很平均 很准确 我示范一下八分音符 下面练习十六分音符练习 十六分音符呢 就是说前半拍两个音符 后半拍两个音符 这个练习练完了以后 我们很多乐曲都可以演奏 是很重要 下面我还是给大家演奏一下 我们学了以上的几个练习呢 联位执法已经可以拉一个最简单的乐曲 我现在给大家拉一个不古鸟鸟 德国的弥健乐曲 现在就要注意表现 不光是有技巧 每一个call都可以拉一个不复外 慢点 아니면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